我们曾经讲过一些跨性别女性的故事,比如舞蹈家金星,道德模范刘婷,泰国选美皇后妮莎,她们都是通过性别重制手术从男性变为女性,这种手术现在已经相当成熟。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跨性别男性的故事。 从女性变成男性的手术,手术难度增加数倍,在业界被称为与上帝的较量。 2005年,一位30岁的宁夏姑娘通过性别重制手术成为男性,她就是梗子。 她的生活就此改变,如今16年过去了,她还好吗? 这些年来,梗子在社会上也操守了很多异样的目光。 那么,现在的梗子是否后悔,她在工作和爱情上都发生了什么样的经历呢? 接下来,就让我们走进梗子,中国首位公开通过性别重制手术成为男人的跨性别者的世界。 梗子原名耿兰俊,1974年出生于宁夏,父母都是普通的公职人员。 很小的时候,梗子就觉得自己和其他女孩不一样,自己更像是一个男孩子。 她认为自己应该进男厕所,她不喜欢穿裙子,不喜欢留长发。 从小到大,她对女孩的东西都不感兴趣,反而热衷于男孩喜欢的事物,像足球。 最令梗子感到不适的是每月的生理期。 每次生理期一来,身体就会不方便几天。 这对于假小子的她,更是对自己女儿生产生厌倦。 她觉得,她就是一个男孩子,生理期这种东西,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她身上。 身边的很多同学都会私下谈论梗子是假小子。 听到这些话,她并没有生气,反而很开心。 觉得,自己终于朝着男孩子的方向发展了。 为了更像男生,她每天都把皮肤暴露在劣势下, 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幽黑的脸。 长大后,梗子偶尔从一篇杂志上了解到跨性别者这个概念。 而且,知道可以通过做性别宠治手术, 也就是通常说的变性手术来实现这个目标。 这篇文章对于梗子来说,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。 不仅解答了困惑她多年的心理疑问, 还让她明白自己并不是唯一的。 世界上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, 这让梗子心里长叹了一口气, 自己并不是大家口中的变态。 此后,她又搜索了大量的资料, 对性别重置手术了解得更全面, 也知道上了手术台有很大的风险, 但是她宁愿赌上性命,也要做自己。 梗子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里人, 说自己想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成为男人, 可想而知,得到的回应就是反对、不解、争吵、哀求。 这无疑打破了父母的认识范围, 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去变个性别呢? 对于父母来说,孩子的安危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。 除此之外,还要支付昂贵的手术费用。 梗子理解父母的担心和忧虑, 但同时也知道成为男人是自己这辈子最真实的想法。 梗子一边做父母的思想工作, 一边寻求做手术的医院, 在梗子的不懈坚持下, 最终,爱子心切的老两口终于同意了梗子的手术决定, 还为他筹备了手术费用。 而且陪着梗子走进了医院。 2005年,30岁的梗子在厦门中山医院开始了自己的变身历程, 手术一共分为四次, 每一次都是和死神做较量。 因为梗子要由女性变成男性, 相比于男性变女性难度要高上不止一倍, 其中过程也是极其繁琐复杂。 梗子也成为国内第一例的跨性别男性, 从他变成了他。 手术做完后,梗子表示自己很满足, 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活。 他说,就是取掉不属于我的东西, 给了我应该有的东西。 他还说,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恢复完好的自己。 手术之后,梗子又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, 身体才恢复完好。 恢复过程,梗子不仅要克服许多生理问题, 还要注意身体的排异反应。 这期间,父母一直在旁新兴照料, 生怕他有一点闪失。 梗子虽然生理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男性, 但身体上的一些小细节还保留着女性特征, 例如不长胡子,没有猴结等等。 这些症状可以通过服用激素来改善, 但对身体有一定的副作用。 父母觉得,长不长胡子根本不重要, 男人长胡子还每天剔呢。 父母不希望他为了长出这些男性特征乱吃激素。 梗子听从了父母的建议, 没有服用激素来改变外观。 梗子也不想终生服用激素, 所以他皮肤光洁,没有猴结,也没有护须。 但是,从外形上来看,他已经很爷们儿了。 他说,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了。 但是他转头又说, 我有那么多的侄女外甥女们,也足够了。 最让梗子欣慰的是,家人由不接受,变为接受。 虽然女儿变成了儿子, 但无论他是谁,都是自己的孩子。 回家以后,家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待他。 回家后,侄女外甥女都不再叫小姨姑姑了, 改叫舅舅叔叔了。 只是看到他身上的手术伤疤时, 妈妈哭了,说太辛苦了,太不容易了。 梗子说,这是每个母亲都会有的眼泪。 我笑着告诉他,别担心, 以后的路我自己能走好。 在手术一年后, 梗子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性别是男的身份证。 这让梗子非常激动。 对于他来说, 这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心灵与身体的完美契合。 梗子的性别重制手术的成功, 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渲染大波。 他也毫不犹豫地向社会公开了自己跨性别男性的身份。 在面对二十多个记者的见面会上, 梗子丝毫不怯场。 直言,自己完成了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梦想, 还很自豪地向大家展示自己新的身份证。 面对记者提问, 他说,希望能够提高一些社会对跨性别人群的包容度, 希望大家能够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它。 梗子有勇气做自己, 但社会有勇气接受它吗? 梗子身体恢复好后, 首先,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。 在一些人眼里,梗子仍然是变态一般的存在, 在求职的路上并不顺利, 尽管他的工作能力很强, 履历也很出色。 但是,一些公司一听说他的经历, 立刻将他拒之门外。 后来,梗子来到了深圳一家广告公司, 老板看到他的履历表上两年空白的工作经历时, 问他这两年在做什么。 梗子坦白说, 自己花了两年时间去做了性别重置手术。 老板听到后, 并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大惊小怪, 反而很平静地说他很勇敢, 还说公司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能力, 和他为公司创造的价值。 最后, 为他订了三个月的实习期。 后来, 因为梗子表现突出, 老板还真能把实习期缩短到了半个月。 两年后, 梗子成为了这家公司的骨干员工。 工作一段时间后, 梗子感觉广告文员的职位晋升空间太小, 于是离开了这家公司, 去应聘了石家庄的一家公司的策划经理。 在这家公司工作两年后, 梗子又跳槽到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总监。 对于梗子来说, 他的人生一直要在不平凡中度过, 他总是不断地尝试, 不断地挑战。 现在, 梗子在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当公司总监。 梗子的事业可谓是风生水起, 在北京扎下了根。 相反, 梗子的感情生活就不如事业那般顺利。 至今为止, 梗子仍是孤身一人。 对于他来说, 每一次的恋爱都是一场不小的考验。 其实, 早在梗子做完手术之际, 就有个女孩表示喜欢他, 天天来看他, 并且提出愿意和他在一起, 甚至想搬来同居。 可是梗子对那个女孩没有感觉, 听说人家要搬过来同居就拒绝了。 又有一次, 梗子遇到自己心动的女孩子, 两人在工作中认识, 加了联系方式。 梗子约女孩出来见过两次面, 都玩得十分开心。 这时的梗子很犹豫, 他既怕不告诉对方真实身份, 有欺骗的嫌疑, 又怕告诉对方把对方吓走。 最后, 梗子还是决定 在电话里告诉女孩她的经历, 并告诉女孩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梗子,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女孩再也没有联系过她, 梗子回忆这段感情时说, 她和我都在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和方式, 我们也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。 梗子说, 她仍然盼望着那个与她走到永远的人, 可是, 走到永远的路实在太远, 无论是谁, 都不那么容易遇到那个可以陪自己从青丝走到白发的意中人。 希望有一天, 梗子可以和她喜欢的姑娘面朝大海, 春暖花开。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,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